嗨,大家好,我是星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1年4月14日的神儿星座,运势 本日重要星象,太阳流合火星,充满行动力,延出必行的一天 重点影响星座哟 天乘座,白羊座,巨蟹座,天蟹座,烧鱼座,吃肉女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神儿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四颗星 白羊宝宝今天对于爱情又有了许多感慨 感谢他来到过你的生命里 接下来会更加努力经营眼下的幸福 在公司里,不要说别人的坏话 小心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哦 金牛座,四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在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表达方式不恰当而引起误会 有些话,换种方法来说 会让听的人舒服很多哦 辛苦加班的小伙伴 建议下班后去按摩放松一下 双子座,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比较理性 行动力爆棚 许多事情都能够处理的恰到好处 人际相处方面要多多注意 尽量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 不要一味的执着和批评他人 巨蟹座,四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的脾气稍微有一些暴躁 在与人相处时要适当控制情绪 在工作中遇到了问题 可以适当的向同事请教 但也要养成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好习惯哦 狮子座,五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在职场上 会通过和同事的合作 而获得不错的成绩 可以在下班后好好庆祝一下 在感情方面 如果确定了他就是你想要在一起的人 就去努力争取吧 处女座,五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的桃花运不错 有望遇到合适的追求者 有伴者在和另一半约会时 要注意风度 分别时可以送给对方一份小礼物 多多注重细节,可以提高爱情的幸福感 天秤做四颗星 天秤宝宝今天可能会因为误会 而与朋友产生摩擦 但好在最后把话说开了 还能握手联合 感情方面容易胡思乱想 甚至单方面生闷气 有事情建议说清楚 天蝎做三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在工作上 可能会遭遇平静 明明很努力 可就是进步不了 建议静下心来慢慢完善自己 感情上有望遇见不错的异性 便对表白 建议想清楚再回复 射手座四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虽然桃花运不错 但多数是一些烂桃花 很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的人 工作再忙 也不要忘记吃早餐 来不及的话可以随便买一些 摩羯座五颗星 摩羯宝宝今天行动力超强 各项工作的进展都很顺利 和领导相处也很愉快 比起上下集 你们看起来更像是朋友 财运方面还不错 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水瓶座四颗星 单身的水瓶宝宝 今天在和有好感的异性相处时 要多寻找共同话题 一味的尬聊 可能会让两个人变得更生疏 部分人有望收到好消息 对未来也有了新的希望 双语座四颗星 双语宝宝今天在工作当中 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尽量不要去参与 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物 以免好心办坏事 注意经营好同事关系 多结交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